被囚禁的少女像兽人一样攀爬 扑上并狂袖第一次见面的男子 女子故意露胖刺给同学看 略带巧诺的问她 想不想看点能摆脱无聊的东西 这为何又怪异的一切一切 源于1999年发生在钢铁厂的一场大爆炸 当时四位正在温习攻克的14岁初中生 听到的外面的巨讲 开窗一看 离家不远处的钢铁厂发生了爆炸 爆炸引发的山泥青线 一阵蓝光闪过 悄无声息的改邪了所有人的命运 天空不知为何出现了许多裂痕 钢铁厂冒出浓烟 像头二郎一样吞兵裂缝 把裂缝全部补齐 今年冬天 少年居如正宗仍是一名初中生 他经常与伙伴玩一些带有痛苦的小游戏 比如别气窒息 高空跳跃 他讨厌班上的女同学 裸上墓石 因为自己一见到他就会焦躁不安 他还老是故意露胖痴给自己看 某天 他在天台又变本加厉了 正宗生气的冲上楼找他对峙 发现他和同伴女生 玉子经常护透鞋子欺负对方 他还邀约正宗去见识一个能摆脱无聊的秘密 没错 这是一座无论人 事物都不太正常的小镇 当年钢铁厂大爆炸后 山体滑坡堵死了所有离开的路 把全部人都困在了这里 身为神社祖石后代的牧师父亲 桌上表示事件是神明对他们的惩罚 而产出浓烟修补裂缝的钢铁厂 就是神明的机器 一开始大家谁也不信 但后来发现这冬天长得看不到镜头 老人不会老死 小孩不会长大 肚子里的孩子没法出生 才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 画面一转 在牧师的指引下 正宗来到了钢铁工厂 并在隐秘处邂逅了一个长得很像牧师 但光是脚四处爬行的女孩 第一次见面 女孩像野兽一样把正宗的身体疯狂秀了一遍 他一直被囚禁在这个地方 而牧师是一直都知情的 牧师很有经验的让女孩冷静了下来 表示希望正宗帮自己一起照顾女孩 女孩大了 自己很多事力不从心 想找男生帮忙又不方便 所以性格温和又长得像女孩的正宗最合适 言语间不忘带点过分的玩笑 他似乎就看准了正宗会答应帮忙 正宗也确实拒绝不了他 说起来 保持14岁样貌的正宗与同学们 早已枯燥乏味的活到了能持有驾照的年龄 却每天上一样的课 电台永远只播同样的歌 就算有地方出现变化 都会立即被纠正回来 知音卓上说 这样能平息神明的怒气 好让世界恢复正常 然而 许多变化是无法控制的 比如悄悄出现 却没被捕上的小裂缝 比如正宗偷偷游乐 想成为插画家的梦想 也比如正宗父亲在某个夜晚 突然失踪不见 只剩叔叔经常照顾正宗和母亲 画面一转 正宗第二次过来照顾女孩 发现他原来会说些简单的词 为了方便 给他取名五十 高兴的五十奔奔跳跳来到列车旁 因为总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里变成了他的游乐场 正宗打算画下这一幕 却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 是左上 正宗的叔叔跟在左上的后面 原来 在钢铁厂上班的叔叔 早就知道了五十的事 事后正宗想向叔叔套话 结果叔叔没有坦白 还被他看出叔叔其实暗连着他的妈妈 此日他给五十带来了学习的书本 回家路上遇到独自步行的同班女生 玉子 出于好心 他再玉子一程 从那得知 牧师只是左上用来掩饰同性恋的工具 不仅和左上不是妇女 还很讨厌左上 热心把玉子送回家 这周没有意识到 这竟成为了打破世界平衡的第一大步 为了缓解无聊 男同学们建议搬离来个试胆大会 深夜 大家来到废弃的隧道边 正宗被分到了和玉子两人一组进行探险 按照约定 想原路返回的人要在墙上留下名字 意想不到 玉子竟在自己与正宗的名字上画了香和伞 仅仅是因为正宗让他坐了副驾驶 玉子的告白一点也没让正宗感到高兴 他访问正宗是否喜欢牧师 一句话戳中了正宗的心事 然而 两人的对话通通被夺在附近的伙伴们听见了 调皮的男同学不与情面取笑了玉子 玉子伤心跑走 身体以及天空都露出了大大小小的裂痕 把所有人震惊之余 只见钢铁厂又一次冒出浓烟 把天空的裂缝连同玉子整个人吞噬殆尽 玉子彻底消失了 左上抓住机会趁机警告所有人不要妄想改变 不要让内心有机会产生缝隙 此日沮丧的正宗前去照顾伍石 他愧疚自己害死了玉子 流泪的样子令伍石感到心疼 为了安慰他 伍石把脸凑了过来 伸出舌头 把他的眼泪舔个干净 偏偏这一幕被胖小回来这里的牧师误会了 两人发生争执 巨大的动静引来了左上与叔叔 好吧 既然没法回头 正宗决定现在就带伍石逃跑 伍石紧随喜后 三人来到列车附近 伍石兴奋的心情竟又让天空出现裂缝 令人惊讶的是 裂缝的背后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正宗追着伍石爬上高处看清楚一些 不时为两人拦住左上 瞬间裂缝越来越大 这种的身体变得越发透明 赶在裂缝被浓烟修复之前 他看见荒废了很久很久的钢铁厂 原来裂缝之外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 而他们所在的世界 只是神明创造的虚幻空间 想到这些年来没被修复的裂痕日间增加 叔叔决定不再为左上隐瞒这件事 对群众坦白后 他让群众从今开始可以进行做自己想做的事 规矩被打破 气得左上咬牙切屎 不时阻止他发疯 导致与他反目成仇 另一边 正宗的伙伴们并没有很激动 之所以玩那些带来痛苦的游戏 是因为几乎感觉不到疼痛 寒冷 觉得自己活得并不现实 现在竟然把话说开 同伴女生 小元开始想诚实面对自己的感情 然而 有的人接受不了自己只是幻影 在情绪低落之下 产生裂痕 最终被浓烟吞噬 这段期间 无价可归的牧师 带着武时 寄住在正宗的家 对待武时 他就像个妈妈 令这宗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直到夜晚 他意外从没被补习的裂缝中 看到现实世界的自己 由于两边时间的流逝大为不同 现实世界的他早已成年 并与牧师结婚 悲剧的是 两人的孩子在浴盆结上失踪 之前已过了好几年 见此刑警 正宗无法自控走向裂缝 幸亏被牧师拉住才没消失 为什么牧师一点也不吃惊呢 正宗一问之下才知道 故事刚来时 背包上的名牌就写着 举入沙溪 没错 武时就是他们从现实世界 不小心穿越过来的孩子 只不过牧师认为 现实的他与现在的他 不是同一个人 而不愿承认与武时的关系 第二天星辰 正宗等人目击了 小云的告白成功 为了避开大雪 他与牧师躲到了游戏厅 独处的氛围越发暧昧 促使正宗忍不住 说出了那句 牧师生气了 丢下了一句 我并不喜欢你 就另一包离开 正宗紧追不舍 得知他其实是纠结自己指示唤影后 抓住他的手 两人一同滑倒在雪地上 看吧 我没有气味 因为不是活人 这种极力辩驳 牧师说的这句话 他听见牧师剧烈的心跳声 同伴那么多年 他察觉到牧师 其实也喜欢着他 于是第二次 他向牧师告了白 不管是不是幻影 只要能对身边的事物 有着强烈的感受 那就是活着的意义 两人没有在压抑内心的情绪 眼里只有对方 他们忘我的永稳在一起 一刻也不想再停下来 但 这一幕被前来找 他们的伍师看见了 悲伤的情绪 引发了四周 许许多多巨大的裂痕 令现实世界的雨水 落进了这个虚幻世界 伍师发了脾气后 难过跑走 更糟糕的是 钢铁厂停止制出浓烟 修补裂痕 整座小镇顿时围在旦夕 当天晚上 郑宗妈妈找到了 郑宗爸生前的笔记 大爆炸那晚 郑宗爸正值夜班 所以他知道 现实世界的自己已经死了 可虚幻的这个他 在探查情况时 发现了伍师 伍师是通过列车 从现实世界穿越过来的 所以只要他上列车 传过裂缝 伍师大概就能回家 无奈左上强烈反对了这件事 坚称伍师是被神明选中的女孩 左上把伍师彻底 关在钢铁厂里的一半神明 从包上的照片 发现伍师是自己死后出生的孙女 发现正宗每天都在画画 并且越画越好 正宗发意识到 在这不正常的世界里 人也会随时改变 不忍心蛊活在牺牲伍师 而换来的虚假幻境里 他走向了自我了结的道路 不管把伍师送走 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终结 正宗都打算要救伍师 意想不到 叔叔转个身 就向群众提议重新运行钢铁厂 用人为的方式制造烟雾 把裂缝堵上 原来不止正宗想救伍师 叔叔心里也有个想保护的人 无论如何 都不想让他遇到危险 就这样 双方不得已进入了 比拼速度的时候 然而 伍师早已遗忘了童年 加上对正宗有了爱慕之情 依此并不想回去 在偷跑出去时 被左上带走 为了救人 正宗与牧师闯入钢铁厂 只见左上穿上神冠的服饰 而伍师则被打扮成新娘子 准备献给神明 时间紧迫 两人拉前伍师逃跑 路上幸运的遇到同伴女生 小元 在把伍师送上去后 对方进门才由门逃开 原来 为了守护得来不易的爱情 小元不愿让这个世界 有一丝崩塌的可能 正宗坐上同学的车紧随喜后 两辆车一追一逃来到边界 才成功将小元逼停 伴随着地点的声音越来越近 现实就在不远处 执着的左上胡搅蛮缠 不慎把裂缝弄大 好在关键时刻 速出启动机器制造大量浓烟补缝 才拯救了这个世界 偏偏 裂缝一旦完全补上 武士就没法回去了 两人剩余的时间更为吃紧 在隧道边看见现实世界的列车 这种开车反复进出边界 冒着随时消失的风险 追了上去 大力撞开左上派来的车子 这种事物撞出栏杆 飞到了列车后面 巨大的异想成功让列车长 将列车紧急杀停 武士却痛苦的说 自己不想回去 第一次听到武士喊他的名字 牧师想起与小武士相识时的场景 他总是提醒自己 不要和武士走得太近 因为总有一天会分开 倒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培养感情 然而 武士还是以各种形式 走进了他的心 伸出手 他决定和武士一起过去现实 拖着若隐若现的身体和武士上车 列车开动 看见正宗大喊着要一起去 他没有犹豫 直接扒开了正宗紧握着乱干的手 列车一离开 浓烟迅速就填满这里 伙伴们开车接正宗追随列车 另一边 武士在自己消失前 好好劝导了武士 现实世界有着各种开心的事 虽然有时候少不了困难与悲伤 但将来绝对会有令武士动心的事 而那 就足以成为他回去的理由 向武士宣示主权 牧师说即使自己死了 正宗的心里也会一直想着他 切断武士想要留在这里的念想 烟火声点燃了武士童年的记忆 为牧师披上头杀 他大喊讨厌你 拒绝了想和自己一起走的牧师 赶在列车越过隧道之前 牧师从列车上纵身一跃 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 至此与武士天隔一方 从上前接触牧师 正宗与他一同滚下山坡 则是他们为数不少体验的疼痛 但却一点也不感到难受 这就是活着的感觉 不管世界是不是真实的 不管世界何时终止 他们现在全都还活着 故事来到尾声 武士在众人的目送下进入了隧道 烟雾飞速追向他 也没能追上他忍痛 却勇敢直奔未来的心 若干年后 这底层长成一个大人的武士 参观了废弃多年的钢铁厂 不知道那个世界还是否存在 但在那里生活过的记忆 将是一段他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 爱丽丝与特雷莎的梦幻工厂 故事结束 有兴趣的可以观看 接下来的内容补充哦 我是魔女佳儿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